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wan 我發現玩耳機的人玩到最後都是在玩擴大機 或者是耳機線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講耳機線的部分 那耳機線可以從便宜的幾百塊垃圾線 幾千塊到幾萬塊都有 那但是耳機線都有固定的一些標準的長度 像1.2公尺,我看到最長的有到2公尺 那更長的可能要客製化,那不然就是天價 所以就有這種耳機延長線的產品誕生 那我們手上有三款 分別是20元、10元跟5塊錢美金的耳機延長線 那第一款是Audio-Technica 第二個是Band Evil 那第三個是E-Books 就是什麼都做什麼都不奇怪的公司 這三條線對玩耳機的人來說都算是小錢 但是如果我連這三條線我都聽不出差別的話 我幹嘛要花幾千塊幾萬塊去買一條延長線呢?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測試 我到底聽得出差別還是聽不出差別 還是我根本就在浪費錢買這些垃圾線呢? 那我們第一條我們先來開最貴的就是Audio-Technica AT645L 0.5公尺的線 那我們今天拆的都是0.5公尺的延長線 然後下一條就是我們的Band Evil 50公分的延長線 這可以當項鍊耶 這耳機延長線如果你要外出的時候你可以把它當項鍊耶 很酷喔 這一條Band Evil的延長線明顯的比剛剛Audio-Technica出了非常非常多 重量也重了非常多 那我們待會就來看看到底有什麼差別 最後還有這一條E-Box超級便宜的延長線 這一條線一定是三個裡面最細的一條線 像這個Audio-Technica剛好是這個E-Box的兩倍寬度 那我猜它應該是左聲道跟右聲道分開來 所以才會兩倍的寬度 那這一個只有一條線 然後全部都包在一個外層包覆PVC裡面 很神奇喔 那我們就直接把這些神奇的延長線接到我的耳機上面 那我用的是Sony IRM7監聽耳機 那用的線也是Sony原廠的1.2公尺 鍍影無氧銅的線 我們要聽的音樂都是24位耳元 44.1000Hz 這就是正常人能買到最貴最細緻的音樂 好那我們先用原本的耳機 來稍微聽聽回味一下 到底音樂原本長怎麼樣子 OK那我們直接接上第一條Audio Technica 就是這三條線裡面最貴的一條線 來聽聽看到底聽得出差別還是聽不出差別呢 有 我聽得出差別 超棒 還好我不是耳朵壞掉 真的聽得出差別 因為它的高音就好像不知道跑到哪裡去耶 明顯的有就高音不見 那低音變得非常的 哇賽怎麼忽然低音 可能是因為高音消失 然後就低音明顯一點 就覺得高音比較多 但是很明顯的感受出來 真的有差別 這一條Audio Technica是用無氧銅的銅線來做的 那另外一條BAN EVO也是用無氧銅的線 那我就看看到底聽得出差別還是聽不出差別呢 而且這一條BAN EVO的線真的是非常粗 非常有份量 不知道聽起來會怎麼樣 你看這齣戲真的差太多了 BAN EVO 這是SONY 差太多了 嗯 嗯 又有一點不太一樣 這個BAN EVO的線 我覺得它的 那個鼓的 HIGH HAT 就是那個 一直 的那一個 非常明顯 我也不知道 我再換回去聽聽看一下 真的有差別 這個是Audio Technica 那BAN EVO 真的 那個 那個 HIGH HAT 明顯的非常非常多 最後一條就是我們的超便宜 E-Books 看看到底聽起來怎麼樣 我是沒有太高的期望啦 但是就是 玩玩看 而且這E-Books 外面鋁合金的部分 真的是做了亂七八糟 坑坑巴巴 聽聽看再說 好 完全 完全 完全跟另外兩個 差太多 第一個就是它的主抗 非常非常大 所以音量整個就 降低很多 然後 就是一坨東西啦 就 沒有任何細節 我 真的耳機線 差很多捏 真的是差很多 要讓我聽一下 這兩條BAN EVO 跟Audio Technica的線 那這條 E-Books 的線 那我們先讓它 去旁邊休息一下 那我們待會做一個總結 好啦 那我們聽完了 那我們的Audio Technica 聽起來像這樣子 低音 還不錯 它的BASS手還蠻明顯的 然後 中間的話 一千赫子 人聲非常突出 那但是 到了比較高音的地方 它就慢慢的 下去下去 那超高音 它就 好像消失了 就不見了 那這一個BAN EVO 的線聽起來像這樣子 它的低音真的是 我覺得還不錯 非常飽滿 但是它的人聲 在一千赫子左右 嗯 下去了一些些 普通普通 但是它的高音 又非常多 像是小鼓啊 還有那個 High Hat 嗯 聽得非常清楚 那它的超高音也是 幾乎是 消失狀態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可能這個 無養童 它的特性就是這樣吧 接下來這個 E-Box 那它聽起來應該像這樣 嗯 別買這條線啊 浪費錢 好我們來總結一下 你覺得你聽得出差別嗎 我覺得你應該也聽得出來 因為他們的差別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那同樣是無養童 兩條線 也差距非常非常大 所以你不要以為 喔無養童就是很棒的線 其實無養童應該也有分 非常非常多等級 同樣是無養童 有從幾百塊到幾千塊 幾萬塊都有 那像是線的耐用程度呢 我覺得你就是 盡可能的小心使用 那如果你是非常不小心的人 那你就只好把這些線 當作消耗盆來使用 像耳機線材這麼主觀的東西 你一定要親自去聽你才會知道 我也不能推薦您說哪一款比較好 但是我自己喜歡 Audio Technica這一條延長線 因為它聽起來跟我原本的耳機 耳機線那個鍍銀無養童 聽起來沒有差別太大 OK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耳機延長線的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 亂七八糟開箱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Bye